出离心不切,佛号提不起来怎么办? 望有缘看到这个视频的朋友都能随喜订阅人间修行录频道,点赞并转发本视频。 让更多的有缘人加入修行的队伍,就是成就不可思议的法不失功德。 问,惭愧弟子学佛好几年了,一直持诵无量寿经, 可出离心不切,佛号提不起来,麻烦法师指导,感恩。 洪海法师答,确实很多求生西方的行者,出离心还是不过关,佛号提不起来的情况也很多。 这主要是因为末法时期这个着恶的外在环境, 他的仗道因缘太多,阻碍太大,烦恼太厚重, 所以我们修行的福德就自然很浅。 稍微有一点点,也很快就被折损了。 这只能靠你暗暗地用功使劲而,没有别的办法。 出离心要切,首先生死心要切, 就是这辈子要了生死,出轮回,这个心要切。 那么生死心要切的前提又是什么呢? 你要极诚恳地相信有轮回,有解脱, 你现在在轮回里面,你特别渴望解脱。 相信有轮回解脱的前提是什么? 是你要确切地相信,自己正在轮回的泥潭里面挣扎,苦不堪言。 同时你要相信佛说的法,特别是佛说的一生成就的净土法。 对于这些教义教理,你明白了以后,还要跟你的现实心境对接起来, 依靠佛法一点一点地引发出离心。 说到佛号提不起来的问题, 首先你要常思维生死大患,思维三途八难之苦,害怕去。 或者你是乐观,性格外向的,你就不解脱乐。 想着极乐世界的究竟庄严,圆满自在,生起向往求生的心。 这些能够有助于提起佛号。 再有你要常思维,圆满佛的功德,度化众生。 为了帮助法界四生九友,一切跟我们一样的众生一起出离苦海, 就有无上的加持力,也能有助于我们生起出离心,提起佛号。 另外一个,佛号提不起来,最主要的还是你对佛的功德, 佛号的功德缺乏认知,或者不能完全信受, 所以念起来会觉得枯燥。 对此我们要从净土的根本经论里去醒茶, 去信受,去承担念佛的功德。 这个问题从根本上来讲,还是倒心不够, 世俗心太浓,所以没有力量。